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財經會演節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財經新聞我們將會說到以下的內容 胡錦濤被假離前的高薪視頻曝光了 分析認為是習近平全程安排的 中共台海幫掌控了軍權 侵台戰爭會升級嗎? 我們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二十大後 大陸和香港的股市都大跌 人民幣匯率破7.3的關口 普京第一個祝賀習近平連任 賀辭在捧習 下面我們就來一起關注今天的詳細內容吧 前中共黨魁胡錦濤被強迫帶離會場事件震驚了國際 國內外輿論紛紛猜測胡錦濤被嫁走的真實原因 最新流出的高清視頻顯示 胡錦濤被勸離前和坐在他旁邊的栗戰書有互動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駐北京的記者奧利維亞宋 在推特上貼出了一段現場拍攝的視頻 視頻顯示 胡錦濤當時想要翻開自己前方的紅色文件夾 卻被坐在左方的栗戰書出手制止了 接著栗戰書壓住胡錦濤的手並和他說了些什麼 習近平則側臉看著這一幕 栗戰書將紅色文件夾 扒往自己身邊 坐在栗戰書左邊的王滬寧 探身側向胡錦濤的一側 同時 左手指尖也壓在胡錦濤文件夾上 之後 習近平向胡錦濤背後的工作人員說話 胡錦濤似乎也在聽著 王滬寧 栗戰書同樣也在聽 之後 胡錦濤被架起來離開了現場 網友紛紛議論直呼 這與紅色資料夾有關 看起來根本和健康無關 有分析說 紅色文件夾中的名單有兩份 一份是真的 一份是假的 放在胡錦濤面前的名單是假的 也有人分析 因為記者已經入場 攝像機會拍到文件的內容 因為怕文件中的名單內容被泄露出去 所以 栗戰書用文件夾把文件的內容蓋住 並向胡錦濤解釋 習近平看到後 叫人把他請了出去 現場視頻顯示 胡錦濤明顯有抗拒的動作 不願意離開 但是 當時具體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都只是在猜測 根據黨媒報導 出席了二十大開幕式的中共元老胡錦濤和李瑞環 都缺席了閉幕式 著名法學家評論人士袁洪斌分析 中共這樣的會議 所有的程序都已經事先安排好 不可能出現意外 據中共黨內良知人士傳來的信息 事件是習近平事先就安排的橋段 因為今年8月份北戴河會議上 習近平遭到一次重大的挫折 習近平想通過二十大上公開否定鄧小平及江澤民的路線 但所有的退休常委一致反對 以健康為名 不允許江澤民出席這次大會 目的一是為了報復 第二個目的就是要讓全黨 特別是那些對他還心懷不滿的人進行震慑 胡錦濤被帶走 中共二十大新一屆中共領導層的名單出爐 各界關注連任而且沒有指定接班人的習近平 將把中國帶向何方 資深時政評論人士唐靖遠指出 二十大黨委名單凸顯了中共的黨天下 基本上已經被習派天下所取代 所有可能對習近平有所掣肘減速的人都被清除了 所以未來習近平的加速之舉只會更加兇猛 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也包括二十大的中央軍委名單 習近平繼續任軍委主席 副主席是張又霞和魏東 委員分別是李尚福 劉振麗 苗華和張聲明 這次人事任職打破了不少中共的潛規則 兩名新任軍委副主席也都破了常規 唐靖遠分析 新一屆軍委有兩大特點 一個是台海幫全面主導 凸顯習近平將已經定的武力入侵臺灣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 另一個是和魏東破格提拔成為軍委副主席 打破了過去副主席一個負責軍事一個負責政工的慣例格局 65歲的和魏東2019年曾任負責台海主攻部隊東部戰區司令 2022年1月掉入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20大首次成為政治局委員的他 並不具備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資歷 這樣三級跳的快速晉升為軍委副主席十分罕見 著名中國法學家前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袁洪斌告訴希望之聲 何魏東在中共的軍隊一直立足早日解決臺灣問題 他所謂的解決臺灣問題那就是通過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暴力 對臺灣進行武力侵散 征服自由臺灣 另一個繼續任職的72歲張幼霞打破了中共七上八下的潛規則 外界分析他有過實戰經驗 參戰1979年的中越戰爭 1984年的老山戰役 袁洪斌分析 張幼霞的父親張宗遜是原西北野戰軍的一個著名將領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曾經是西北野戰軍的政委 兩人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因此張幼霞取得了習近平的信任 是否忠誠 要靠張幼霞來穩定軍隊 保持軍隊對他的忠誠 通過賀魏東是要實現他的武力犯台的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 賀魏東會堅定的支持他武力犯台的整體的戰略安排 所以從軍委的人員組成來看 習近平下一步將全面推進 全面強化中共對臺灣的軍事壓力 全面強化對臺灣的軍事壓力 唐靖遠認為 兩個軍委副主席都是搞軍事出身 凸顯了習近平傾向於備戰 賀魏東負責的廉指中心被從中央軍委下屬部門單列出來 說明這個機構得到了升級 未來很可能是習近平對臺灣開戰的戰爭指揮中心 會成為習近平軍政大權的真正核心所在 由習近平及習家軍組成的中共領導層讓外界擔憂 特別是如果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成為中共的下一任總理 將為未來中國經濟帶來風險 23日 中共7人政治局常委出爐 63歲的李強直接跟在習近平的身後走出亮相 引發國際關注 人們擔憂習近平將更加注重意識形態驅動政策 並為此不惜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 普遍認為 從沒有擔任過副總理的李強 將在明年3月接替李克強的總理職務 總部位於紐約 專注於投資策略的22V研究的 中國研究主管邁克爾.赫森 他對《華爾街日報》表示 李強對習近平的政治效忠 表明他不會質疑可能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的政策 今年上半年 上海疫情爆發 李強堅持貫徹習近平的清零措施 上海封城2個月 引發社會混亂和民憤 並使得上海第二季度經濟萎縮近14%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臺灣研究項目任教的政治學家宋文迪對彭博社表示 這可能表明政治忠誠度比政策經驗更重要 而且隨著習近平身邊圍繞著忠誠者 中國政府自我糾正的能力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 這將助長更大的全系統風險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教授王信賢對《華爾街日報》說 新的常委陣容包括對經濟經驗較少的人 這表明如果習近平的政策失敗 將沒有一種機制來糾正方向 習近平的權力是巨大的 不會被分享 中共二十大結束的第二天 港股和A股大跌 人民幣對美元也跌破了新的關口 24日 香港股市跳水 大跌超過1000點 創13年半的新低 恒生科技指數暴跌了9.7% 受到政府操控的上海和深圳股市也顯著下跌2% 戶指再次跌破3000點的大關 創下兩年多的新低 戶神兩市1009家股票上漲 3867家下跌 這顯示投資人對未來經濟的悲觀 外界估計 在疫情期間搞嚴厲封控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和清理所謂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升任入常 這令外界悲觀 著名中國法學家袁洪斌向希望之聲表示 二十大掌握權力的官員必然是習近平的親信 選出來的中共中央的常委 如果形象地講的就是領導了一群馬蹄精 另外的一個特點就是基本上都屬於半文盲 他們都出身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工農兵學員 這是政治上忠誠於毛澤東原教旨主義 而智商上又極低的一群政治掛帥的人物 在主導著中國的權力意志 資深時政評論人士唐靖遠向希望之聲分析 二十大常委的名單中 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正懂經濟 絕大多數都是搞黨務出身 可以預見未來中共的政策走向 一定是將經濟置於次要地位 週一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 有史以來首次跌破7.3的關口 當天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開盤就跌穿7.26的關口 創2008年1月11日以來的新低 袁洪斌指出 新班子比如常委第二號人物李強 是工人出身 是經過共產黨黨校等共產黨教育系統的政治培養成長起來的 對經濟活動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他的最大特點是不遺餘力地吹捧習近平 堅定地忠誠於習近平 不遺餘力地執行習近平和國殃民的政策 比如說在上海 他就堅決地支持和實施習近平的清明政策 這樣的一個人當了中國的總理 他怎麼可能把中國的經濟引向一個有希望的未來呢 所以中國未來的經濟斷崖式下伐 習近平打破了中共的潛規則獲得了第三個任期 俄羅斯總統普京第一個表示祝賀 並表示期待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戰略聯盟關係 據克里姆林宮網站報導 普京對習近平說 黨的代表大會的結果 充分證實了你的高度政治權威 以及你所領導的政黨團結 我很高興中俄將繼續進行建設性對話和密切合作 以發展兩國之間的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聯盟關係 克里姆林宮表示 普京相信習近平的連任將加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並幫助龐大的國內投資和發展計畫 今年2月也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前夕 習近平和普京簽署了所謂的無上限夥伴關係協議 但是戰爭後 中共採取了謹慎的態度 分析認為 俄軍近日在烏克蘭的戰事節節失利 普京現在更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幫助 但是俄軍的失利則讓中共面臨窘境 一方面 中共不敢明目張膽地支持和援助俄羅斯 另一方面 中共不希望俄羅斯戰敗 如果俄羅斯被嚴重削弱 中共就少了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盟友 同時 美國的注意力就將從俄羅斯轉移到中國這裡 觀眾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內容 在今天的新聞中 我們看到 胡錦濤被勸離會場的最新視頻 那麼您認為胡錦濤離場的原因是什麼呢? 另外 新一屆中共軍委現在由台海幫全面的主導 您認為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很快會攻打臺灣嗎? 另外 不論您是大陸人還是臺灣人 如果中共武力侵臺 您會怎麼做呢?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發表您的看法 最後也拜託您點擊小鈴鐺訂閱 並點讚和傳播這個節目 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Vir列ử的抵抗 謝謝 方言 已有別人 快點 謝謝 著了 請